如果這個映小威他有收賄 那請問呢 這個映小威 他是這個金華城的這個容積獎勵 20%的一個主導者嗎 是一個決策者嗎 如果映小威有有行賄收賄 那顯然他的上面 因為我們最後要去影響了 假設威京集團要去影響 一定是影響他更上層的人嘛 那是誰 就有可能是台北市政府的人了 那我沒有說一定是誰 所以但是就是有可能 那我們來看這個審慶金的部分 審慶金有寫到他有行賄 而且呢 這個審慶金的部分呢 有跟這個柯文哲 跟彭正森 也有可能有圖利的情形 那我們請問一下 這個圖利罪是有可能是共犯 他這邊寫了 審慶金跟彭正森 跟柯文哲是圖利罪的共犯 那私詢問一下 這邊有審慶金是行賄 為什麼柯文哲不是行賄罪的共犯呢 因為罪名不一樣 圖利罪的部分在法律上 有可能公務員跟這個 對他這個被圖利的人 他是共犯 但是這個行賄收賄是分開來的罪名 所以從這邊看得出來啊 這個審慶金他有行賄罪 那顯然這個他一定有個對價嘛 到底是對誰來行賄 可能就是台北市政府的人 可能就是彭正森 甚至是柯文哲了 那以上呢 這個所謂的行賄收賄的部分 都是台北地檢署來說的 而且可能有洗錢的情形 而且我們再回來看看上面這一頁 特別還寫到說 有關於政治獻金的部分喔 政治獻金的部分 有可能有其他的共犯喔 所以政治獻金看起來 不是只有單純的 違反政治獻金法而已 假如只是政治獻金的話 那最多只是違反政治獻金的 相關規定 可能是罰錢啊等等的沒收 但是看起來不是喔 看起來是有政治獻金的 形式上的一個共犯的 表示說什麼 表示說地檢署已經很明確指出來了 有用這個政治獻金的方式 來掩蓋後面的可能有 圖利 行賄 收賄的這樣的情形 這樣才會連結到所謂的洗錢 這個長輩有官司 那官司稍微多了一點 都是證券交易法 那一桌每一個人都事先講好 都是一百嘛 都是一百嘛 那那個是現金嘛 炸彈落去嘛 理由叫台灣民眾黨成立 那你現在去查台灣民眾 有沒有這些人的名字 給你保證沒有 沒有 那我這個長輩有被再募第二次 第二次又被募嘛 我有講過說 我的朋友那邊 不知道許子是誰 他也不知道許子瑜是誰 他只知道有一個小男生來 然後也是一樣一筆 那第二次我不知道多少錢 就是一筆送過去 然後他看到金周刊的照片的時候 原來他是許子瑜叫橘子 錢拿了就走 車子就在地下停車場等著 拿了就走了 那這些錢有進台灣民眾黨嘛 看起來就是沒有啦 那這些錢會不會 這些錢有沒有拿出去 這個就是難的地方 你要去找到他 好 那邱佩玲 這個角色就很有趣了 他可以幫忙募款 那我剛才講的企業大老闆是一個 那如果邱佩玲又一個 那有沒有第三個 他可以說 他會不會 你 那我沒有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